125平米的电梯洋房 今天来拍一下 然后这个项目名字叫这个 叫这个 125平电梯是双向开的 所以说有个电梯前市 基本上它这个产品的得防率 可以是说是差不多100%了 就是你建筑面积是125平 实际使用的话也差不多 然后特点是南向 这个跑道阳台 北向还有一个生活阳台 南北还可以坐到落地窗 不行是三叶厂 这是一个南屋 这是一个南屋 然后这一个北屋 两个洗手间 阳台的开间宽度 客厅是5米 这个卧室是3米1 所以说整个阳台是8米1的开间 主卧室是3米6 看一下这个样板间改造 这个形容电梯门 然后能有个4平5平的这个电梯前市 可以打点棍 而且北边有窗户 侧面有窗 这是正常的入屋门 进这儿进屋里边 这块可以做一个旋馆 然后画一个穿越镜 感觉屋子可大了 5米的开间就挺大的 然后目的窗 北边 生活阳台 这个很实用 其实可以当一个冬天储物的地方 稍微改造一下 然后厨房 餐厅客厅南北通透 这个厨房的这种 就是布局来说 如果这么做是非常好 这块是U型的 然后这块一直行 这也留一个放冰箱的位置 当然它这个 实际这个户型没有装修 但是如果想要装修的话 也可以加装 一平一千额一千吧 就可以跑去家具家电 基本上就是做好的这种状态 南边这个跑到阳台 刚才说到也是一个亮点 就是正常像 采光好的时候 就会是这种感觉 这边是三米 从这个墙到那边 然后从这个墙 到这个位置的话是五米 就是八米多的这样一个跑到阳台 就很大很大了 视觉效果非常好 这是南边的一个客卧 也可以说是一个儿童房 中间餐厅的位置 就是一个长条主卧就可以了 这边是餐面柜 这是主卧室 三个南向的空间 从那个卧室开始 客厅加主卧都是落地床 然后主卧的时候 卧室休息区 然后衣柜 再加上我们的主卧洗手间 这里边有窗户 也可以通风关气 就是你按120度屏 这样一个面理去看的话 这个户型还非常大的 然后还有一个北边的卧室 这是一个北屋 最后还有一个围向间 这是盖茨分区的那个 洗衣机放在这 然后也有一个北向的窗户 就是这个户型 每个功能区 卫生间也好 卧室也好 那个厨房也好 都是有窗的 还可以啊 从户型上来就非常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